这三家被处罚的企业分别是 位于华布的香港超市 因销售的口罩、手套、消毒湿巾和洗手液 涉及139次价格欺诈 被开罚单69500元 位于皇后区伯恩斯街68托04号的伯恩斯药房 因销售的口罩和洗手液涉及24次价格欺诈 被开罚单12000元 位于曼哈顿哥伦布大道171号的托马斯药店 因销售的口罩、手套和止咳药有40项违规 被开罚单2万元 市长白思豪说 不能接受对处于危机中的纽约人趁火打劫 我们会让违法者负全部责任 市消费者与工人保护局则敦促市民 如果遭遇价格欺诈 可打电话311举报 新唐人记者唐城纽约报道